到底是什么原因 各省网友竟然纷纷请求跟新疆人做朋友 只因离海最远的新疆竟然要开始卖海鲜了 这下两极反转了 将这户这下沦为偏远地区不包邮了 这个在天山附近的红旗农场 本来还是一大片寸草不生的盐碱摊 可不知道是哪个天才提出 既然这里不能种植农作物 不如试试看能不能模拟海水 结果还真的成功了 通过我们公司的微生物 包括益生菌 调成 适合养殖海产品的海水 这下新疆网友顿时自豪了起来 看到这个IP了吗 突然就莫名骄傲起来了 给你们一个和我做朋友的机会 不仅如此 新疆伊利尼勒克县用冰川的活水 繁育出了新疆的三文鱼 今年预计产量6000吨 不仅满足国内需求 还可以出口国外 我们公司主打天山月出三文鱼品牌 冰川活水滋养出的三文鱼 口感鲜香 甜美 具有鲜 嫩 润 滑的特点 好消息是国内有无污染的海鲜吃了 坏消息是 江浙湖等偏远地区不包油 这下我是隔着屏幕 都听到新疆网友的笑声了 终于轮到我们说不包油了 这下其他省网友坐不住了 浙江的网友说道 说什么呢宝贝 以后咱们就是江浙湖了 好家伙 你是懂怎么讨好人的 不知道江苏网友看了会怎么样 还有四川的网友使用出了美人计 新疆的小哥哥们 你们缺老婆布 可根本没用 不缺 我们这里三步鼓励那扎 五步迪力热巴